好那下午开始的话 我们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简报14页这里 因为其实 我们不管你是要录老师的萤幕画面 那还是说你的应用软体 那这些我们都可以用视窗 来把它就是做截取 那么老师请问一下 或同学你在分享的时候 有些时候我们要分享什么 手机对不对 手机的操作或平板的操作 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做 有很多种选择 我在这边有一些是已经 我有写过文章的 那我来介绍一下 其实感觉起来 好像现在比较少看到大家有介绍 这个就是如果你是安卓的 就Android系统的 那你又搭配Windows的话 其实你可以用它内建的这个手机连接的功能 那么你用这样的方式跟下面这个有点像 但是这两个功能有一点点不同 如果你是单纯的 只是要把手机或平板进向到你的电脑上来 你可以用下面这个功能 这是比较单纯的 这是比较单纯的 不过它的缺点就是它的稳定度稍微比较差 而且你一定要在相同的WiFi的区段里面 那如果是上面这一个 它除了可以看到我们就是平板或者是手机上的萤幕以外 它比较重要是你可以在上面直接操作 然后还可以收简讯 好这些动作通通特别在上面完成 所以呢你等于说你用了上面这个功能的话 你手机没有打开也没关系 因为你的讯息还是收得到 好所以它有一个这个 在Windows里面有一个这个功能 你如果没有安装你可以把它装起来 好这个叫做手机连结 你可以在控制里面找到 那么你可以看到 如果我点下去之后 它会有一个像这样子的画面跑出来 有没有 好你看它会比如说我就收到这个简讯啊 我就可以在这边看到 那甚至呢我可以点到这里 我就可以把我的画面 手机画面我就可以直接抓到我的电脑里面来了 可以像这样子 那其实这样就比较方便 而且重点是我可以在这边你看 我用滑鼠直接滚动哦 有没有我是可以操作我的手机的 那这样的方式其实对 所以老师或同学 您可能在这个录制影片的过程 有需要就是这种行动装置的画面的时候 就很方便 而且我可以直接操作嘛 我也不用再把我的手机打开 好所以这个是先跟老师分享一下 好你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那这个的话是你要打开那个WiFi 我记得是要开WiFi 对 好开WiFi 当然你如果没有WiFi也可以吧 只是说它就会变成要耗费你的那个行动装置的流量 所以一般来讲我们大部分还是比较建议大家就是 开这样子 那这种功能当然比较适合就是用在自己的电脑 好如果你是学校电脑就比较不适合 你可能就是比较单纯的就是透过 我这里面所介绍的几种方式 就是把你的萤幕分享出来就好 那如果是你自己的电脑 这样就会比较方便一点 好这个是首先先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 如果你的来源可能是来自像这种行动装置上的 你可以透过这里这样的方式去做一个揭取 其实就比较方便